一场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出了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 打出了一个20年来最好的国际局面 打出了一个造福千年的改革开放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对越自卫反击战并不仅仅只是 只待1979年那场仅仅只有28天的战斗 正相反,这场战斗仅仅只是中越边境轮战的一个开端 而广义上的对越自卫反击战 实际上就是只待长达10年的中越边境轮战 那么中越边境轮战为什么会持续这么长时间呢? 对越自卫反击战打的真的是越南吗? 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 中国人民解放军仅仅只用了28天的时间 就基本上歼灭了越军在北部的主力军 而这也使得很多人产生了一种错觉 那就是越南军队事实上只是一支被吹上天的部队 其实际战斗力根本就没有传说中那么强大 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其实不然 越南共产党早在二战时期 就已经在越南北部长期和日军进行敌后游击作战了 而在二战结束之后 越南军队紧接着就打了一场抗法战争 法国退出越南之后 美国人又来了 越南战争又开始了 可以说越南共产党 实际上就是一群打不死的小强 可以说从1930年 越南战争结束的1975年 越南几乎就从来没有一天是和平的 而越南共产党的军队 也是在铁鱼血中磨练出来的一支 真正有战斗力和信仰的军队 连续45年的三场战争以及一场游击战争 可以说让越南的整整三代人 都是在战争中度过的 可以说在越南 只要是一个成年人 拿上枪其实就能够成为一名战士 而在整个中越边境轮战期间 越南军队同样也对我军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1979年3月16日 我军撤出越南境内后 越军根本就不甘心失败 同年越南军队中的大量主力部队 就开始在越南北部地区集结 并且趁着我军回国休整之际 不断地侵吞蚕食我国的西南边境地区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 越军认为认为 我军击败越军只是因为 我军是突袭越南 同时在战场选择上也取巧了 如果越南军队 在我国西南边境与我军开战 尤其是展开游击战 那么我军未必能够扛得住越军 但是我军却并非无法在小规模冲突中战胜越军 1981年 法卡山战一爆发 我军一举夺回法卡山 越军多次次反扑魏国 随后爆发的就是寇临山之战 越军在十一山 而越军为了重新夺回这里 甚至向我军阵地发射了1.8万发炮弹 1984年 我军发起的对者阴山 以及老山的收复战 更是持续了五年的时间 在1989年10月才算基本完成 两山轮战 也是从1979年以来 中越边境轮战中 最为惨烈的一战了 可见越军当时的实力 依然不容小事 即便是我军几乎完整地 将北越的工业资源打包带走 可是越军依然能够在寇临山之战中 拿出上万发炮弹 可见当年的越南军队背后 其实是有着神秘势力支持的 同时 很多人也会产生一个疑问 为什么我军在两山轮战中 一定要结应寨 打带仗呢 为什么我们 就不能大开大河的反向 包抄越南境内 包围两山地区的越军呢 而这件事情 还得慢慢说起 1979年 对越自卫反击战 开战的前一周 我国疏散了30万边境居民 然而这些边境居民 却并不是广西以及云南的边民 而是内蒙古 黑龙江 青海 以及新疆等地的边民 而这些地区 在当时仅仅只和我们的两个邻国接壤 一个是蒙古国 另一个就是苏联 两者还是亲密盟友 同一时间 我国新疆 兰州 北京 以及沈阳四大军区 集结了30个集团军 随时都做好了邻战准备 要知道当年我们打对越 自卫反击战 也仅仅只出动了9个集团军的力量 那么我们北方的30个集团军 到底是在防御谁 答案很简单 防御的就是那个喜怒无常的 红色皇帝伯列日涅夫和他的红色装甲集群 而当时的苏联确实也已经做好了准备 上百万大军随时都可以南下中国 伯列日涅夫也并不介意 重现当年满洲战役时的盛况 同时 在我国的南海海域也开始在起波涛 苏军的十余艘军舰 始终都徘徊在南海海域内 同时 苏联海军的大量官兵也开始进驻越南 尤其是在越南南部的金兰湾 苏联海军的人数甚至远超越南海军 这些海军官兵 随时都准备在中越边境轮战进一步扩大时 进入北部湾海域 使用导弹打击中国的南方地区 而在远东滨海军区 苏联海军陆战队也在进行大规模的海军登陆演练 而这些苏军的目标 则是我国的渤海湾地区 山东半岛 辽东半岛都在他们的预定目标内 甚至就连我国心脏前的最后一道防线 天津都处于危险之中 可见当时的薄烈日涅夫 确实是已经做好了准备 在发动阿富汗战争的同时 狠狠地教训一下中国 那么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 才导致苏军最终未能这么做呢 因为此时的南海海域内 并非仅仅只有苏联的红海军 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星座号航空母舰及其编队 也在南海海域内 而这些美国海军 并不是和苏联海军一起威胁中国的 而是来保护中国的 星座号甚至来得比苏联海军还要更早 早在1978年12月6日的时候 星座号就已经来到了东南亚地区 其目的就是为了保证苏联不会进一步扩大中越边境轮战 那么为什么美国人能够提前知道这一点呢 因为邓公在1978年11月12日访问了新加坡 而邓公也和李光耀 这位著名的政治前科领导人深入交流了数个小时 其主要话题就是围绕着苏联的威胁 以及中国对越南的承接所进行的 所以说李光耀其实早就知道 中国对于越南的底线就是越南入侵柬埔寨 李光耀知道这一点 就等同于卡特总统也知道这一点 所以在1978年12月 越南在与柬埔寨的边境线上有所动作的时候 美军就已经在东南亚做好准备了 但是李光耀和卡特唯一不清楚的一点 就是中国到底会什么时候动手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 同时也为了和中国建交 卡特总统在1979年2月 邀请了邓公访问美国 然而令卡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邓公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其实卡特总统对此相当的愤怒 在会见邓公的时候 甚至忍不住咆哮道 你真的想好了吗 世界大战有可能因此而爆发 但是邓公却表示 我们并非是在征求美方的意见 而是本着有意的精神 事先通知美方罢了 这件事情 卡特也只能捏着鼻子忍了 并且命令美国海军 必须在南海拦住苏联人 但是既然我们选择了要求美国人帮忙 那么我们也必须要尊重美国人的一些意见 卡特总统希望我们承接越南的时间 最好不要超过一个月 这也在客观上限制了战争的规模 魏建德就是我们不想打得再全面一点 再完美一点 而是时间上仅仅只有28天 28天之后 我们就必须按照美方的要求 从越南撤军 当然美国同时也要求了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而如果我们不撤 那我们和西方建立的良好外交局面 也就要复制东流了 那么白宫方面 到底是因为什么要求我们必须在一个月内撤军呢 难道真的就是因为不希望世界大战因此爆发吗 当然不可能 美国人太清楚了 如果自己表现出介入的意思 那么苏联绝对不可能直接入侵中国 古巴导弹危机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美国人到底打着什么算盘 其实道理也很简单 如果我军直接彻底拿下越南 那么苏联很有可能就真的放弃越南了 也就不会持续援助越南了 但是如果越南和我国始终保持着低烈度战争 对于美国来说 无疑才是最为合适的 越南将会彻底被拖垮 而我国和苏联 也会因为这场战争而遭到持续的损耗 70年代末 80年代初 是美苏冷战的巅峰期 而且当时整体上还是苏公为首的态势 所以美国需要一切力量能够帮助自己损耗苏联 所以美国自然不希望中越边境轮战尽早结束 我国高层难道不清楚这一点吗 恰恰相反 邓公就是太清楚这一点了 如果美国希望我国能够按照他们所预想的步调走 那么首先就需要在经济上帮助中国 同时也需要对中国开放高科技领域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开放 因为我国并不是南韩或者南越 我们在自己的边境冲突上并不需要仰仗于美国 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 我们的北方威胁很大程度上已经被缓解了 那么美国如果还想要我们打越南 那么就必须要给我们好处了 所以保持对越的低烈度战争 我们也是能够得到一定的好处的 并非是我们被美国所利用 而只要苏联还没有垮台 那美国就必须要天天给我们好脸色看 不然我们大不了再狠狠地教训一次越南 苏联说不准也就不支援越南了 这件事情其实是美国有求于我们 而在苏联解体前一年 中越边境轮战也就结束了 一方面是因为苏联即将解体 越南失去了最大的靠山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对于各方来说 这场战争都已经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了 越南也因为两山轮战 被彻底的耗光了最后一丝过力 再不停手就真的没法过了 那么如果我们转换一下视角 把视角再放在越南的身上 我们便会产生一个疑问 就是越南都已经这么惨了 为什么还不愿意主动停战呢 其实当时的越南也已经是骑虎南下了 两山轮战也不是越南说停就能停下的了 不然为什么越南在苏联逐渐示威 还是不肯和中国停战呢 1982年4月 邓公会见了罗马尼亚最高领导人 齐奥塞斯库 当时邓公就表示 中国和越南之间可以停战 但是中国尤其只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越南必须无条件撤出柬埔寨 但是当时的柬埔寨 真不是越南说撤就能撤的 当时的越南已经在柬埔寨建立了傀儡政权 同时由于多年的倒行逆施 柬埔寨人民已经相当的痛恨越南人了 如果越南军队直接撤军 那么柬埔寨人甚至都敢偷袭越南边境 另一方面 在两山轮战的同时 太越边境战争也在同时进行 如果越南撤军 泰国必然会效仿老沃内战士的经验 再次在柬埔寨扶持亲泰武装 然后越界攻击越南 所以越南不能轻易从柬埔寨撤军 而越南不撤军 中国是真的会打你 而在八十年代末 国际局势渐渐清晰 越南的印之梦已经不切实际 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反倒逐渐地恢复 1989年 越南最后20万军队撤离柬埔寨 此年 两山轮战的正面冲突正式结束